我寬恕他, 而如何發生這件事呢? 第一件事是, 我拒絕相信, 我成為他的受害者。 是的,我受苦, 我受苦, 但是, 我先擁有自己的控制, 而我沒有讓他, 在我自己的想像中, 在我自己的想像中, 他不斷地激怒我, 或是讓我不悅。 這裡出現一個很困難的、 混淆的思想。 當我寬恕某一個人, 這並不代表他就是對的。 我不是說, 他對我做的, 是非常不好的。 不是說, 他對我做的, 是非常不好的。 但現在, 我將會不斷地激怒, 因為我本身的痛苦, 對我所所持的痛苦, 所持的痛苦。 當我寬恕某一個人, 這並不代表我感到傷痛。 我感到傷痛, 但這個傷痛, 但如果有人問我, 誰造成這樣的傷害? 我會告訴你, 沒有人造成生命。 如果你成為更屬靈的人, 如果你成為更屬靈的人, 你會說, 神容許這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, 去教育我一些事。 如果你是更多靈性的人, 你會說, 我會說, 我不會說, 我不會說, 但如果你是更多靈性的人, 你會說, 我會感到傷痛, 所以傷痛就像, 我會說, 我當然不是, 我會說, 如果你是一個很屬靈的人, 你會作用, 因為痛苦, 是像火, 你會放在金錢, 如果你放在金錢, 你會放在金錢, 然後你會把金錢清掉, 你會把金錢清掉, 你會把金錢清掉, 那些雜質就會被燒掉。 你會告訴我, 很容易地說, 要抱歉其他人, 但我會記憶著他所做的事情, 我會感到很多痛苦。 你會說, 從某一項目的看法, 你會說, 他毀了我的生命, 或是, 或是, 他把我擁有的機會, 我擁有更好的生命, 或是, 我擁有更好的生命。 在這裡, 你會看到, 是一個更困難的事情。 首先, 如果你沒有把這方面處理好, 那你這樣子, 沒有快速, 在你內心引發的這個憤怒, 反而會起了這個復仇, 或報復的事情。